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蠻特殊的 他這個月當小天使 台灣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到他 你看這個是 他剛到國外的時候 就長這樣子 然後他領養一陣子以後 長這個樣子 你會覺得是同一隻狗嗎 通常養過黃金的人 都會有兩種 一種就是繼續養黃金 一種是一輩子不敢再養狗 因為那個狗走掉的傷痛是很大的 蘿雅琳是狗角印幸福聯盟的秘書長 每個週末都會固定舉辦 愛心意脈送養會 像狗狗在這裡送養 其實我們都已經做完所有的醫療了 然後精片 預防針 狂犬 我們都做好了 對 所以基本上狗狗的身體狀況 都是屬於健康的狀況 才會在這裡送養 那如果說有一些疾病的話 我們也會跟領養人講得很清楚 今天攤位後方還有一隻 下午剛被救援的黃金獵犬 很老了吧 很老了啦 這隻是我們今天網友通報在猴桶 他掉到溪裡面去 然後掉到溪裡面去 網友就先把他拉上來 現場的時候里長他們是說他是站不起來的 然後餵了兩罐罐頭 他才有體力走 對 所以他不知道餓了多久 每一個禮拜其實這種通報都會接不少 所以你現在看到現場的孩子 其實不是來自於松鎖 就是來自於路邊 那我們還是要請大家 呼籲大家真的養狗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畢竟是大型犬 那你想要養他真的就是要養一輩子 然後可以照顧到他終老 而不是像這種狀況又把他丟到那種人煙罕至的地方 一般黃金個性都會比較溫馴 然後他如果在外面流浪其實都是被苟氣 對 被欺負的命運 頭頭 這叫桶桶桶 對不對 好 就叫桶桶啦 就是在摸什麼 摸他有沒有腫瘤 這樣摸就... 你身體表面上的你就可以摸得到啊 還好 可是腳 你看他的腳很沒力 所以髖關節應該是有問題的 你要不要躺躺 躺躺喔 我們等一下回家 雅玲在桃園找了一塊地 致力於黃金獵犬的救援及送雅 他叫Adan 他吃到一碗就是比較棒 園區每天放飯兩次 每次都要準備大約八十隻狗狗的伙食 而且每碗都要客製化 依照每隻狗狗的身體狀況而有所調整 我會弄錯啦 所以他要寫那個 太多了 對 可是因為他可能 今天還有食慾 明天就沒有食慾了 所以今天跟昨天的狗狗 會有點不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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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狗都是常不到 那我們辦公室的狗 大部分就是 體弱 其實身體的吸收能力都有點問題 然後 有時候像 他們那個食慾就會比較不好 或者是說呢 他們醫療檢查以後發現 比方說他白蛋白比較低 需要補一點蛋 那我們就會特提供一下 人會生的病狗都會生 就比方說狗也有糖尿病 也有腎症 然後也有癌症 然後黃金是 癌症的耗發群種 十隻黃金有八隻是死於癌症 不是 otics 的小朋友 菜ゆき 牠 沒有了哪 不要想別人的 去去去去 喷嚇 等一下妳知道嗎 頭會變 要來 我這邊 ект oni 趕在打球 因为狗狗数量多 放饭也要分好几批 刚好能观察每只狗的食欲 并确保它们的身体状态 这个手好吃吗 它很容易吸入性肺 可是它吃饭又吃得很快 所以我会稍微控制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 安养数字越来越高 因为其实很多被丢出来的狗 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行为问题脚不好 身上一些疾病没办法治愈的 所以其实留在我们这边 安养的数字越来越高 以黄金来想它的平均寿命 大概在12到13岁 所以比方说这样在国内 只要超过5岁的黄金 在送养上其实都会遇到困难 Adan是我们在南投某单位救援的 那他其实原本是要培训出来做搜救权的 可是可能个性啊注意力比较不集中一点 所以他就被除名了 那当时照顾他的照顾员觉得很可惜啦 希望帮他们找到一个家 所以就联络我们救援 他已经国外有领养人了 所以明天他就要搭着飞机到美国去 那我养的第一只狗是黄金 那其实对于我们养黄金的人 会有一句口号就是一日黄金 终生黄金 黄金猎犬其实是一个非常亲人 然后他跟人的互动是很多的 所以通常养过黄金的人 都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继续养黄金 一种是一辈子不敢再养狗 对 因为那个狗走掉的伤痛是很大的 以前我也是上班族嘛 就一边上班一边救狗这样子 那其实我会成立狗脚印 最主要是我之前那个老板鼓励我 我觉得毛孩子的眼神 跟我觉得我想帮忙他的那种意念 我觉得是 我觉得好像是我人生接下来 下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平均一年救援数字大概在150到170 所以你平均下来 你就可以知道一个月最少都有12、3只 那曾经最高纪录 有曾经一个月救援32只 刚刚有点看不到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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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麦惠当天救援的彤彤 递麻后占据在隔离区 雅玲有和原寺主联系上 但对方目前无法继续照顾 决定让他留在园区安养终老 那目前的话就是在这里隔离 看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之前来真的太瘦了 比较虚弱一点 他真的挺乖啊 你不要对他自己在里面 你自己闪了 我跟你讲他很轻好不好 他真的会 就是我们协会刚成绩不久的时候 第一个还是要走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放不了手 可是这几年来 其实是一种磨练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你看待生命 其实会变成另外一个看法 真的是会是一种磨练 你就会觉得真的无法强留 那其实你该做的应该是在他 还可以吃 还可以跑 还可以动的时候 让他有好的生活品质 你在每一个孩子离开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感受到无力感 然后当然还有时候 其实我们会想要说 我们想要让园区变得更好 然后可是经费不够 那你就必须要去取舍 我觉得那时候的无力感 是会比较累的啦 对 然后你有时候就会想想 我干嘛那么累呢 可是你再回头看到他们的眼神 你就又会继续下去 他去哪里 他去医院 远去狗狗的数量多 亚琳几乎每天都会跑寿医院 带狗狗来看病或做检查 先生 我们来了 好 这是团案吧 好 然后 然后怎么变成狗狗 超开心的 那个 你先帮我抱上去 看医生有给他止痛 可是我止痛药的料理 老师说他的知识跟他的东西 其实他很了解 那我们会很直接的讲 我就说你这个不对 为什么 他就会直接跟我讲说 那你觉得要怎样子 你懂吗 当然在过 医疗的过程当中 都多多少少有冲突 但是 他是一个就是你经过冲突以后 他会知道他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说 他是主人 我是医生的 应该是说我们比如像是一个家人 或者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可以沟通的东西是很多的 索地 他距离上一次血检有一段时间了 帮我抽一下看一下 因为是止痛药也是一段时间了 好 OK 我想看一下他的血液状况 你比医生还了解 知道血检 那个医生常常夸奖我 我跟他差不多了 对对 对 你上面有牌而已 不错 可能会 所有的经验都是命换来的 经验 真的 就比方说这只狗生什么病 他会走到什么状况 对 都是一次一次经验累积而来 所以我的受益常常都会笑我 说你为什么不去考受益 你的临床经验可能比一般受益多很多 他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喂狗好 他就能近地做 有些人会觉得说 碍于金钱的部分 他会觉得说 你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钱 你没办法做医疗 但是他们会先想到说 如果他有机会 那就给他机会 所以他们的园区有很多的 重症或者是状况不好的狗狗 其实你给他机会以后 他就是送养到国外去 或者送养到可以照顾他们 接下来照顾他们家的家人 今天的桃园机场特别热闹 有五只被人遗弃的黄金猎犬 在雅玲堂的照顾与牵线下 准备搭机出国了 检疫输出证明 就是我们狗要飞之前呢 其实要先到检疫局去检疫 然后确定有打狂犬 对 然后身体是健康的 没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 才可以飞 每次送狗狗出国前 雅玲都要事先寻找一位 善心旅客担任护权大使 让狗狗跟着他一起报到 顺利搭飞机去到国外领养人家 第一次在 然后我是在省份司宿那边 我当义工也在那边 你也在那边当义工 就是他们偷查到 Semersis Air Force的时候 我会去帮忙接他们 然后把他们交回给新的家 那个新的家庭这样子 所以很兴奋 第一次当护权大使很兴奋 到提领行李 然后Porter会帮你推狗 到第二个海关 那第二个海关的话 你就会连同这一份海关系 跟我刚才那个绿色的 你就拿给海关看 然后通常海关就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带狗来 然后你就说 对对对 你就说这是Rescue的狗 然后你只是职工 然后他会问你有没有收费 没有 对 你还付了钱 对 通常就是这样子 跟自己 1 2 3 2 再来 再来 来Adan 进自己的笼子 来 Adan 拿出来 来美哥 美哥 来 来 来 不动了 来 进去 来 进去 其实宋鸡最怕遇到的就是 他不进笼子 他明明是一只很乖的狗 你叫他往东他一定会往东 他往西就往西 可是在那一刻其实 他是了解他要跟你分离的 第一只送狗出国的话 其实哭得要死 因为你照顾那么久 你照顾即使说短短的三十个月 其实都是有感情的 可是后来你真的 我觉得 你要能够调整心态 去面对死亡 面对离别 就我们其实有一句名言就是 生离总比死别好 对 所以像现在我们会觉得 送狗出国 就是生离总比死别好 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 他等了那么久 终于有机会可以去 去享受到他家庭 他的家庭生活 得到他原本应该有的待遇 所以像现在 我们其实都算是开心的 好的时刻 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Aden 拜拜 Aden 拜拜 哎呀 幸福啊 出去外面有很多草皮 可以给你跑 不用担心 Aden 拜拜